大家好 这节开始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PRP动态处理图像 我们把课件打开 我们来看一下 PRP处理图像这一章呢 包含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是可以画图 用PRP里边向有的函数 我们去画各种图形 第二种呢 是在一副原有的图片的基础上 我们进行修改 比如说缩放啊 加水印呢 对吧 翻转呢 这都是在原有图像上进行修改 那我们看一下什么是画图 就跟我们打开一个画图板一样 比如这是一个画图板 我们可以画个矩形 画个圆 然后呢 画线段 然后天葱不同的颜色 看一下 只要是这个画图板能画的图 我们基本上都可以用PRP程序动态画出来 还有一种就是处理图像 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个原有的图像 假如说对原有图片进行编辑 假如这个 这是一个原有图片 这是一个原有图片 对他进行编辑 我们可以怎么的 缩放 翻转 在上面加文字 都是可以的 所以呢 咱们分两部分来讲解 一部分是画图 一部分处理图像 画图呢 适合于我们做什么样的程序呢 比如说 我们经常在项目里边经常用到验证码 验证码就是用动态画图画出来的 不可能说事先有几千幅图片 在服务器中存着 然后我们动态的曲不是那样的 都是动态画出来的 还有什么 像 统计图 统计图 比如说 丙状统计图 调形统计图 线状统计图 等等 这都可以用画图的方式 我们来完成 那 处理原有图像呢 这个比如说 对图片进行 进行缩放 加水印 缩放加水印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 在原有图片进行一些操作 还有很多了 比如说电子相侧 电子相侧等等 这是在原有图片上处理图片的一些应用 那我们创建图片呢 包括我们可以创建现有的所有格式 比如说我们可以处理JF图片 PSP可以支持 PNG图片 还有JPG或者JPEG WBMP 还有什么XPM等等图片格式都可以 那这些处理图片格式呢 并不一定说我们PSP就自带处理这么多格式 目前呢 PSPGD库什么格式都支持 就看你这服务器安装这种格式的时候 你装没装支持JF的 PNG的JF这种格式 如果安装了这种格式 我们就可以支持这种格式 所以说PSP可以处理目前所支持的 几乎是所有的图片的格式 但是我们真正在项目中用呢 我最常用的三种格式就这三种 因为其他我都可以忽略掉了 所以呢 在装环境的时候 我通常就装这三种处理图片格式就可以了 其他格式不装也够用了 那更方便的是呢 PSP呢 不仅可以动态处理个人图片之后 可以以这种不同的格式保存到服务器中 还可以将它输入到浏览器中 这个可以的 PSP除了可以处理各种格式的图片之外 那么呃 在新版的新版本的基地库里边还支持像free type这样的呃 或者是type一这样类型的字体 那什么是这样的类型字体呢 就看我们操作系统支持什么样的 比如说像送体啊 呃送体 黑体凯体这样 我就不想列出来都可以动态 在图像中画出这样的字体 然后这几个呢 我们先以第一种画图为主 当然不管是画图还是处理图像 都分这么几步 首先呢 我必须得在PRP程序中安装GD库 GD库就图像处理的一个库 那GD库怎么安装呢 呃 这个安装的方法 我在前面咱们烂破环境安装中 环境安装中 已经详细安装过GD库了 如果大家呢 再逆一下 不会安装这个 你可以去找一下 呃 咱们前面烂破环境安装的时候 你看一下那那方面的 呃 比如说看CORPP 环境安装那张 或者看视频 都可以找到在逆一下安装GD库的方法 那在window下安装呢 咱们呃也有办法 那比如说我现在装的是集成环境 我装的是APP server 你看APP server在这 我首先呢 要找PRP现在支不支持这个扩展库 所以看到这了吗 扩展 那这里边我们找一下 你看GD库 我装了这个扩展包 那么我就可以使用PRP里边自带的处理图像的那些函数 没有装 那我就 呃 处理不了GD库 那看下 在这扩展里边有 呃 没有用 你还得怎么呢 还得在配置文件里边看到装了这个扩展 那我们打开PRP的配置文件 我就配置文件在window下 这个目录下 找一下PRP.i 来 我先查找一下 你看 扩展指定了这个模块 这样的话 我在城里边就可以直接写函数了 如果你没有在那个刚才那目录下看到那个扩展的那个包 和在这块没有开启 那么你就使用不了GD库 怎么能验证我能能使用GD库呢 那只要我写一个PRP info的函数 比如说PRP info.prp 那这个函数呢 前面呢 我也教大家写过 很容易了 PRP info 能看到PRP支持什么扩展 那我们就看一下他支不支持GD库的扩展 因为我刚才看到我这已经是装上的 所以我这肯定是支持的 啊 PRP info.prp 我们看一下 拉到最下面 看一下 能看到 PRP支持GD库 可以看到他支持的呃GF图片 GPG图片 P1G W 呃BMP X BM 这些都支持 还支持free type这种字体 都支持 你看呀 都提供支持 GD库的版本是这些 所以呢 我看到这个就说明我现在系统可以支持GD库了 如果你打印一个PRP info 看不到这些信息 那你就别试图去使用这些函数了 根本用不了 那所使用的函数是哪些呢 好 我们再把手册打开 找到PRP手册 我们把目录打开 看一下 找一下图像处理 看一下 图像函数 就是我们 这些函数就是包含在我们刚才说的 安装的那个包里边 你看一下 这里边 呃 需求如果有GD库 就可以创建图像 然后呢 可以支持各种格式 安装的过程刚才已经说了 再拎一下怎么安装 你可以看前面的系统PRP 前面给大家介绍的安装环境 那刚才在文章上怎么安装呢 刚才我已经看到了 有这个扩展包 然后在成员里边又打开这个 所以就可以用了 我们用PRP info已经验证了 也可以用 然后这里边呢 有预定的一些长量 有范例 主要是这么多函数 你看一下 所以呢 咱不管是画图 还是处理图像 都使用这些函数 那我都说了 这些函数太乱了 我不知道先使用哪个函数 好 我这里边给你写个顺序 那顺序什么样呢 不管是什么样图像 你是画图也好 还是处理原有图也好 首先第一步 肯定要创建一个什么 创建一个画布 这第一步 要创建一个画布 就像我们假如说 你是选美素的 那你画图之前 你得先拿一个画板 那么所有的绘图设计呢 都需要一个背景图片上来完成 这个背景图片 如果不是打开原有图片 你可以自己指定多宽多高 然后把背景颜色呢 呃 上上一个背景颜色 而画布呢 实际上就是在内存中开辟一块临时的一个区域 用于存储图像的一些信息 那以后的图像操作呢 都是基于这个背景画布的 那该画布的管理呢 那就类似于我们画画时使用的那个画布 是一样的 他的这里边呢 是我们要创建的一个 创建的一个资源类型 用到这个资源类型就相当于用画布 那以后的所有画都处理 都要建立在这个资源的基础上 那这个资源呢 如果是咱们画图的话 要指定一个高度和宽度 高度和宽度 这样我们就知道多大的一个画板 然后所有画都都建立在这几乎上 那第二步呢 其实我们就干嘛了 就是绘制图像 嗯 绘制 图像 第二步就是绘制图像 那都能绘制什么样的图像 你想画什么 你看了 刚才能画板在你打开了 可以看到 我可以画的 我就给大家写一下吧 比如说 矩形 圆 包括一个点 就是一个像素的点都可以画 线段 线段 矩形 圆 线段 只要你想象的图像 比如扇形 扇形 等等都可以绘画 包括 那么我们在图像上的字并不是说像我们输出文本一样是输出的不是输出的字也是画出去的画字 将我们画板上写的字也是画出的字 所以画字呢 这我们就可以画各种画单个字符啊 画字符画字符串 还有各种 free type的一个字体 比如送体 凯体 任何字体都可以画 可以竖着画 斜着画 拼角度的话 都可以 所以呢 第二部绘制图像的时候 可以绘制各种图像 每一个图像对应一个函数 那 每一个 图像 就对应 一个函数 所以我只要找到函数了 我就可以画各种图形了 所以这里边我不会说把所有图形都给你画一遍 我只教你常用的图形怎么画 然后你画其他的就去找就可以了 那画完图像 第三步干嘛呀 第三步就是 要么你输出这个图像 输出图像 或者是将这图片做完之后 你可以保存到服务器上 比如说缩放完的图片呢 或者画完图片 在服务器中保存 保存 处理好的图像 这是第三步 这两个呢 当然使用同一个函数了 那第四步 看下第四步 画完图像了 有的画板了 已经输出图像了 那他既然是资源类型 那你就要怎么的 释放 释放什么 释放资源 释放这图像资源 所以呢 任何画图呢 都分这四步 当然在绘制图像的时候呢 咱们刚才看到了 绘制图像的时候 我们看到你看 还下边还有个染料盒 就画各种图像指定什么颜色 所以咱们在绘图的时候呢 每个图像里边 基本上都需要有一种 画的颜色 所以呢 我们这在绘图之前 画各种图形之前呢 我们先把各种颜色来做出来 所以这里边就是 嗯 制定颜色 制定 各种 颜色 然后再画图形 然后再输出 不管怎么样 都是这四步 创特别创建画部这块 如果 我们不是画图 是处理原有图片 那么画部呢 就是打开原有的图片 那这里边咱们这几既然是只是画图 那么按第四步来 所以呢 咱们就按怎么创建画部 所以 创建画部 我们这里边来找一下函数 看一下啊 我就找跟咱们现在 现在有关的 看啊 找一下 创建一个 好 我们看到 新建一个基于调色版的图像 你看 新建一个返回的是不是资源 指定宽和高 所以这个函数呢 很容易就理解 这个可以创建画部 看到了吗 然后 你看这里边 他又推荐我使用这个 所以这个呢 也是新建一个真色彩的一个图像 所以这两个呢 都是创建一个画部 你看 只是寒说明不一样 反馈都是反馈资源 指定画部的宽度和高度 然后他推荐使用下一个第二个 那我就用第二个就行 返回的是一个图像的标志幅 代表一幅大小多宽多高的 默认是黑色的图像 默认黑色图像 好 那我们就用这 第一步 我们就把它写好 所以我在这块做了一个 啊 做一个图像 img.pp 就用他输出图像 那第一步 我就使用这个函数 先做一个背景 背景上你可以不画图 那么背景本身就是一幅图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在背景上画各种图 pp 看一下img.cret.t.ru.e.c.ol.or 创建颜色 比如说我创建一个 200乘200的一个 矩形的一个画部 那返回来呢 就是一个图像的资源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步 第一步 创建图片资源 创建图片资源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步 我先也不给他背景颜色 身份不给 第二步就是在这个资源上 去画图 STEP 第二步 画各种图形 画各种图形 图形 然后第三步 就是什么 输出 或保存 或保存图像 然后第四步 那就是释放资源 释放资源 那么看先一个背景 我们其实他有资源 我们就可以直接输出了 那好 我直接输出或保存 所以在输出或保存的时候 我可以输出各种图像的资源 输出各种类型 第一个可以输出各种类型 都有什么类型啊 我其他我就不用了 咱们常用的类型有几个 有这么几个 比如说GF PNG JPEG 这能常用的这种格式 那好 咱们就找一下这几个函数 哪个函数是支持 啊 我后退一下 前进一下 你看 输出图像 我们用的是哪个函数 咱说所有都要借助于GD库的函数来完成 你看 你卖着PNG 以PNG格式输出到浏览器 或者保存 看到了吧 你卖着JPEG 以JPEG格式将图像输出至浏览器 或文件或保存 以GF格式输出到浏览器 或保存 所以这里边 如果我们就想输出这三种格式呢 我们可以选用 Image GIF 函数 Image JPEG 函数 Image PNG 函数 都可以输出 或者保存 那看一下 我随便选一种 我直接输出 怎么选呢 你看输出 Image 比如GF 输出 好 一定要这函数 直接就可以把这个图像输出 但是我的图片是一个资源 所以我必须第一个参入什么 存一个资源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一下手册这个函数 第一个参入是不是资源 所以我就能把它输出到浏览器 但是正常我们P2P输出的东西呢 浏览器有可能都当成是文本 而你输出的是一个图像的 浏览器如果当文文显示的话 那在浏览器上就都是乱码 所以呢 我在输出头像图像之前呢 我应该先告诉浏览器 我输出的是一个什么 输出的是图像 所以我在输出图像之前 我会先告诉浏览器 那怎么告诉呢 用一个头吗 H EA DR HUD 告诉浏览器 文本 的类型 文本类型 是 image的 我输出的是GIF图片 GIF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输出之后就是一个GIF图片 输出完之后 我就需要释放 那看一下 释放我们这里边使用的是哪个函数 就把这图片 因为用完之后就直接销毁了 所以我们直接找 image 看这个销毁一个图片 直接传一个资源就可以了 反而不耳心人 不耳心的类型是真还是假 好 释放资源 销毁 里边直接放这个资源 所以呢 我们只需要这几步 现在我没在上面画各种图形 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图形输出 你看一下 我们只需要 那怎么输出呢 有的时候怎么访问呢 他直接不就是img.pp文件吗 我直接访问 你看就是输出了 直接访问就输出了 如果不想直接访问输出的话 我们还有办法 假如说你 我如何在页面中用这个图片呢 比如说我做一个呃 test.rtm文件 你看一下 rtm文件 直接用img.src等于 跟我们用图片一样 你要直到图片位置 就能把图片直接显示 你看image.pp 当然我这是相对目录了 换一下行 你看我输出 少输出几个 输出三个就可以 你看一下 我三张图片都使用同一个资源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在页面上显示三张图片了 就跟我们 如果在rtm文件 模板中应用的话 就跟我们直接使用一幅图片是一样的 所以比如说我现在这里反过test test.rtml 看一下 当然这三个连在一起了 我中间 再加一个画行 看一下 三张图片 那我们右键你查看下属性 你看他都是看到图片运存为 你看是不是GIF图片呢 地址是在这儿啊 200乘200的 可以看到创建的时间也能看到 那这个还没达到咱们动态创图片的效果 这是背景颜色 那我如何将它保存呢 咱们一会儿再将它保存 咱们现在在上面设置一些其他的颜色之类的东西 比如说画个个性图形 咱们还没画呢 我先把背景初始画一下 把背景天葱颜色 那我们看一下 天葱颜色我们可以使用这里边函数 天葱 天葱 Image File 看一下啊 区域天葱 在什么资源里边 从哪个位置开始 天葱整个区域用什么颜色 所以呢 我们这就需要一个颜色的 一个属性 那好 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不是使用这个 如果你是使用第一个创建资源的 假如说你是使用这个创建资源的 我先这里边 假如说我是使用 咱们两种创建资源的方式吗 你看 如果我是使用这种创建资源的 跟刚才的方式一样 比如说是200乘200的 $img 你看也能创建资源 打开一下 效果是一样的 都是黑色资源 但是这个如果我第一次给颜色 就会是背景颜色 第一个给颜色就是背景颜色 所以咱们看一下创建颜色的方法 找以max创建颜色的方式 颜色 看一下 分配一个颜色 就用这个 他这里边 第一个是资源 在哪资源上 rgb三个整数 那就跟我们学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每个整个范围都是从零到255 如果三个都是零 什么能力给 那就是黑色 如果三个都给了 那就是白色 那第一个如果全给就是红色 可以用十进制 也可以用十六进制 总之是一个整数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就用这个函数 创建一下颜色 比如说用这个创建颜色 img资源上 我创建一个红色的颜色 red红色的 你看一下 红色的那就rgb 第一个就是255 绿色的和蓝色的都是零 那我们看一下背景是不是红色的 看到了吗 所以这是用这种创建的时候的 第一个分配颜色就给背景颜色 而我们用真色彩这种创建 不推荐使用这种吗 那我们看一下 你直接写这是不管用的 你看背景还是黑色 它不会上颜色 所以我们就得通过谁啊 有颜色了 我们就可以使用 你看 假如说我再做一个 多做几个颜色吧 黄色 dolf img 255 255 0 dolf 比如说 绿色 dolf img 0 255 0 蓝色 倒数 dolf img 0 0 0 这会是255 好 我们就这几种颜色 比如说天充 那这个就得用区域天充了 刚才能看到了区域天充使用 image file 天充这个函数 第一个是资源 img 从资源的零和零位置开始天充 他会自动天充 开始位置到结束的整个位置 比如说 我从十和十开始天充 天充 黄色 你看一下 哦 整个区域头的天充 那咱们就从零零开始吧 你可以详细研究一下这个函数 他到底是从哪开始啊 比如说这里边 imagefile 这个天充 你看 第一个是图片资源 然后突然坐标xy 图片的左上角零和零处 颜色区域天充 点相同的相邻的点都会被天充 那整体都会被天充 好 这是 有了图像背景 也有了各种颜色 背景也天充颜色了 那现在你就可以在 什么 画各种图形啊 你想画什么都可以 任何图形呢 基本上都分两种 一种是天充的 和一种是呃 非天充的 那比如说这里边 呃 我们画这一个 假如说画质 一条线吧 先画一个矩形吧 你看一下 我们就找一下这里边的矩形 画质方式 啊 比如说画一个矩形 image 好 这会有一个 画一个矩形并天充 你看 这有画一个矩形并天充 那这个咱们也画一个 什么叫画一个矩形并天充 然后我们在 这块 这是画矩形并天充 就是天充上什么颜色 并不是边框的颜色 第一个参数是资源 你看一下 那他画图形的时候呢 只要我先写上img 他的坐标 咱们现在学乘语都知道 和正常咱们 呃 数学里边学的坐标不一样 这是一个线段头 s轴 这是一个线轴 y轴 那这一点位置 是零和零 零零 这点位置 然后呢 假如说我从十开始画 那零零 十就是这个位置 看到了吗 假如是线段图 画什么图形 画个矩形 所以呢 这一点是相对于这个零零 往下走的 这边是加的值 不是负的值啊 这边加的值 是这样的坐标 所以既然知道这样坐标了 那么开始画 那么矩形是 x y 从哪开始画 然后这块x和y 你看一下 左坐标坐标这个 右下角坐标是这两个 所以知道对角线两个点的坐标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矩形什么样了 然后它是一个天冲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大陆幅 比如说我从 零 呃 换一个角度吧 从十和十 开始画 呃 画一个 画到 一共是200的 比如说我画到 呃 八十 另外一点坐标和八十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形什么样的 那最后一个是这个图形天冲的颜色 比如说我天冲上面颜色已经做出这么多了 我绿色 画一个绿色的 你看一下 从十时到八十八是绿色的 就可以画出来了 这是矩形天冲的 那什么叫不天冲 专门画边框的呢 你看这块有个file 这个这里边还说 你看我就找这个不带file 这个就可以 这里边有啊 找一下 就是画一个矩形 啊 画一个 像这样画一个矩形 参数 参数跟刚才都一样 你看一下 我再把这拿过来 到这里 刚才是画一个矩形并天冲 这我标上 画一个 画一个矩形并天冲 这块我来画一个矩形 画一个 矩形 你看一下 它们两个区别 你可以看到 就差是否是有这个填充这个词 所以你看这个图形什么样的啊 img 10 这个就不从10开始 1010这个坐标开始画了 我从90和10开始画 画到190和数线也是80这块 这个呢 我也让它是绿色的 你看这俩图形什么区别 我画在它的右边了 你看 是一个边框 这是天冲的和不天冲的一个区别 像这样的 比如圆形和扇形啊 都是这样的 那么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图形的画法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绘制 比如说其他图形 比如说画一个线段 画一个线段 那我们用哪个函数呢 我们去找一下 我给大家只画一下常用的图形就可以了 比如说线段 img 我退一下吧 画一个线段 你看imgline 资源 这些函数呢 都有一个特点 第一个参数呢 都是资源 然后呢 最后一个参数呢 都是颜色 中间的那线段 咱说两点确定一条直线 对吧 所以呢 是两个点的坐标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函数 画出各种各样的线段 比如说我画两条线段 然后不同颜色的 你看一下 imgline 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永远是图片的资源 最后一个参数是颜色 比如说蓝色的 然后第一点坐标呢 比如说我从零 零开始画 画到哪呢 200乘200 是一个整个背景图片的一个对角线 你看蓝色的线 那我再画一条对角线 也是这个资源 也是从零 这个不从零了 从200 零开始画 画到零 200 另外一条对角线 也是蓝色的吧 你再看一下 两条线就有了 比如说我在上面再画一些点 比如说画点 画点这里边就是单一的像素 那我们来找一下用哪个函数 啊 画单一的 你看这儿画单一的像素 资源 只要知道坐标什么颜色就可以了 它就会出现一个单一的像素 比如说画多个红色的点 我就随机也也别随机了 就随便指定几个 第一个资源最后一个 比如ID红色的 然后只要只能坐标 我随便指定一个 比如说 50 50 这块 假如说 55 59 64 72 另外一个 我没有改变 你看一下 横着的几个点 让大家能看得清楚 横着有几个点 红色的点就出来了 这是单一的点 那我们还可以画什么呢 比如说我画一个 椭圆 画一个圆 那画圆这里边没有直接画圆的 有画椭圆的 有画扇形的 那比如说我画一个 咱们看一下 画一个椭圆 只要椭圆的长轴和短轴 相同 就可以了 比如说 我画一个椭圆 看这个 资源 第一个 这个代表圆心的位置 这个呢 分别指定了椭圆的宽度和高度 就出来了 所以比如说我画一个圆的话 我只要让它的宽度和高度是一样就可以 第一个也是那个图像资源 最后一个 比如说是 绿色 然后我从100和100开始画 那高度呢 比如说也是100和100 你看 就会在重中心 有一个100高100宽的圆 绿色的圆 看到没有 就出来了 那如果想画天聪的圆呢 想画天聪的圆 也很容易 你看啊 这块有一个 找一下吧 换一个椭圆并天聪 换一个椭圆并天聪 你看这块 使用这个函数 他们两个 参数都是一样的 只是一个天聪 一个不天聪而已 少一个i 复制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这 你看啊 短周 我这块让它是十和十 就让它在中间有一个 然后绿色呢 我们变成蓝色 中间有一个圆 单字圆太小了 它看上有点时针 那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咱们画的是这个 我现在想画一个 比如说我想画一个扇形 那我用扇形的 咱说了 用这个还可以做什么 还可以做各种统计图 比如说股票那种 现状统计图 还有啊 比如说什么楼市的什么 各个更新的一些东西的 调形统计图 还有丙状统计图 那这里边呢 我给大家就画一个 丙状统计图 比如说 嗯 我这个刚才已经保存了 我在这块 嗯 修改一下吧 下面我就删掉了啊 画圆画什么都删掉 好 其他保留 然后呢 你看一下 我设置一下各种颜色 比如说我做一个白色 那白色的呢 咱说全是255 就是白色 然后我再做一个 比如说灰色 同样使用这个 只不过后边的颜色值 呃 不一样 比如说是 我用16进制的 你看16进制的 比如0x开头的 比如说 C0 也可以用16进制的 0x 比如C0 是一种灰色的 你可以随便给值啊 然后比如说我呃 做一个暗灰色的 再做一个暗灰色的 Dark Gry等于 暗灰色 那我这里边比刚才的颜色要稍稍暗一点 比如说0x90 0x90 0x90 比如说我再做一个啊 啊 深蓝色吧 比如说 深蓝色的 深蓝色呢 那第一个参数就应该是什么 第一个参数就应该是0 第二个参数也应该是什么 0 第三个参数 有深蓝色 大概是随便给一个 比如说0x50 然后做一个暗蓝色的 呃 做一个暗蓝色的吧 呃 深蓝色那能给个80吧 那暗蓝色呢 就是 给个50 然后我再做一个颜色 比如说啊 红色 红色那这块就应该是 比如说呃深红色 0x ff 其他两仓是0 然后再做一个暗红 我画了一想画一个3D的 这个图像 3D的一个并装图 比如说给上 呃 90就可以 啊 我需要的颜色都分配完了 都已经完成了 然后呢 我将背景天层中白色 whi t 天层中白色 然后呢 我想绘制3D的效果 那我首先呢 将呃 循环十次画出一个呃 立体的效果 循环十次画出一个立体的效果 比如说动态 比如制作 就是这些吧 3D的效果 那我就得循环 比如说循环 whi等于比如从60开始循环 看一下 然后呢 让whi小于 比如说大于50的时候 然后whi i 减减 往小了循环 然后 比如说 呃 我画一个 呃 弧形并天聪 你看一下 画一个弧 画弧使用这里边的哪个函数呢 找一下 我退一下 你看 画一个弧形 并天聪 看到这了吗 弧形并天聪 那这里边第一个是资源 然后这个呢 代表什么图像中以他为土 弧的原心 然后这个呢 画的什么 画一个呃 弧的宽度和高度 然后这两个是他的什么 你看一下 应该是他的呃 就是 弧的角度从哪开始到哪个角度可以是复制 然后我就用这个 在我们这里边画一下 画圆弧 在img这个资源上 从哪开始画呢 比如说我从50这个云形开始画 然后呃 数轴呢 我可以做一个什么 dollar five 那默认呢 也是从什么60开始的 然后呃 角度比如说一个负160到40的角度 我给上呃 道乐福 比如说给上一个 深蓝色 呃 看最后一个是类型 有这么几种类型 你看 最后一个参数 看一下 看这里边 比如他和他是互赤的 这个呢 是用直线连接两个七之后结束 他的产生什么 圆形边界 那我就用这产生圆形边界的 最后一个参数 好 然后我画的不止一个 画三个 开始都从五十字开始的 圆形都是一样的 因为画三个试验行 就代表是 呃 各百分之多少 所以各百分之多少呢 就通常用这个柄状统计图 那么这块 呃 爱不变 就是这块都是从 啊 我这个 哎 好像我们少了一个 长轴短轴 那我们都是 一百 长轴一百 短轴呢 是五十 多少两个像素 一百 应该是一个扁运形的 五十 一百和五十 我循环十 我循环十次会有十个图形 你看一下 你看深蓝色的 这两个现在看上去都是深蓝色的 现在还看不出立体的效果 所以呢 呃 咱们分别把这几个都改了 比如说这会儿我用上 不用深蓝色了 用暗蓝色就行 比如说D R K N A V Y 啊 这块 第二个咱们用 比如说 啊 暗灰 灰色暗灰 啊 第一个咱们用暗灰 第二个咱们用 啊 这个D A R K N A V Y 深蓝色 最后一个用暗红 三个D A R K R E D 然后角度呢 不能都是从负一百六到 这个 比如说这个负一百六到四十 这我随便写一个 从比如说从四十 随便到角度呢 假如说到七十五 这个我再随便写个角度 从七十五 嗯 七十五 这块写上 比如说是到 嗯 二百 看一下 加起来 负一百六 二百和负一百六 正好是三百六 一圈 你看一下 就会出现 当然这块有一个颜色 那边都是深蓝的 画了是相当于两 两个 这块是暗灰 暗灰咱们用 啊 G G R A Y 啊 三部分都有了 然后各占百分之比 你就看按这个角度去算 各按百分比多少都行了 那上面呢 这都是一个串 串上去不太好看 那我这里边再分别 画三个 跟他一样的 也是天聪的 但是颜色呢 用 这暗灰只是一个图像上的一个侧面的一个颜色 那我们用 比如说用灰色 嗯 用深蓝 用红色 上面画一层 你看 这样就出现立体效果了 一个嗯 顶状 统计图 好像最后那个颜色 没指定对 R1D 红色的 嗯 没问题啊 看这几个哪个颜色没显示出来 暗红上面的 红色 R1D 红色 RGB 这红色应该是没问题的 啊 这写了什么 两个等号了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红色 好 看一下 立体就出来了 如果你会输出文字的话 那怎么呢 在上面的输出各种文字 也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画统计图 当然了 以后你画统计图 不一定说自己一点的写案数据 有专门开源的那种统计图的那些类 你只要传递各种不同的参数 然后自动就给你出现图像了 所以不用费劲说一点点画 这只要演示一下 我经常画统计图呢 也用那些现有的那些开源的类 去帮我们来绘制统计图 非常方便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3D效果这个关掉 我们各种图形画好了 我们看一下画各种字上去 因为字也是需要画上去啊 所以我们可以画什么 可以画成画单个的字符 也可以画什么 画字符串 可以水平画 也可以垂直画 比如说 背景颜色 我现在再换一下 比如说 GRY 按这个灰色的 我们再看下背景 好 背景灰色的 那我们在这个背景上 我们就画一个字符串 你看啊 假如我先画一个字符 画字符这里边使用的是什么呢 Image Char找一下 Image Char 在哪去了啊 好 看了水平的画一个字符 在up是垂直画一个字符 那好 我们先看这里边几个参数 什么图像 什么资源 然后什么字体 这里边字体 为12345 内置的五种字体 是内置的字体啊 更大的数字应该字体变得更大 这不是说我们随便的送体台体 是内置的五种字体 所以放在这 然后从哪开始画 什么字符 什么颜色的 就有了 所以我现在水平画一个 比如说我水平画几个字符 Image CHRX在哪个图像上 内置的 比如说是五号字体 然后从哪开始画呢 比如从100和100开始画 画一个什么字符呢 我画一个大写的A 然后什么颜色的呢 R1D红色的 你看一下 就一个大写A 那假如我再画一个 比如说这是120 20和120这块 我画一个字符B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用循环的方式 另一句话了 好水平的话 那如果垂直画呢 你看 这块 比如说是 60和 60 比600啊 60和60 画一个大写字符C 这块从 80和80 画一个大写字符D 垂直画只要加一个什么就行了 up up 就可以了 好 你看C D 垂直画的 垂直 你看C字母 向上扣 它不是水平的 横过来的 这是画字符 画字符串跟它是一样的 image 只是使用什么street 这个函数 函数不一样 也是第一个参数 就什么 图像资源 第二个内置字体 比如说 我上面是五号字体 我这块是三号字体 那三号可能比五号字体要小 比如说从10和10这开始画 画个字符串 哈喽 然后什么颜色的 比如说是 N A V Y 是蓝色 你看哈喽 上面就有了 那我想垂直画呢 你看一下 同样的一个字符串 也是一样的 这有一个up 然后比如说 从 这画 从30 也画一个哈喽 只不过它变成垂直了 你看 在这开始画 哈喽 这就要了 它俩合到一起去了 你可以把坐标再调大一点吗 比如这块是80 你看一下 哈喽 开始画 从这开始画 出来的这个字符就出来了 所以这是画字符 用内置字体 当然在内置字体 一般的呢都不好看 一共就对五个大小 那我能不能用送体 凯体 其他的字体呢 可以 那我得找到系统支持什么字体 我们的字体库呢 在window操作系统里边 在吸盘下边的 你看啊 window下边的 有个 啊 放置字体库 看这个了吗 这里边有各种 free type字体 你看啊 只要以这个标识的 都是叫什么 free type字体 你看 凯体 隶书 送体 然后呢 呃 这些右援 黑体 仿送体 那这里边 比如说 我拿一个凯体 来个送体 就是凯体和隶书吧 好 比如说 我得把它拷贝到 你不拷贝到 你跨屏来的时候不好做 这样的话 你看字体名称就有了 当前目录下 我只是把系统里边字体库 拷在这来 然后用什么 因为当P2P 在装记地库的时候 我已经装了支持这种字体的 所以 你看啊 我在这个地方找一下 画支持这种 呃 字体的 这个凯数是哪个 支持free type字体的 找一下 看这个是 使用free type字体 文本写入图像 看上来吧 好多这种呢 那我们就先就用这个 看到一个就行 这个没有提示 那我们找一个带呃提示的 按这个吧 写入文本 是一样的 好 用这个文本 那看一下他的参数都有什么 我们来找一下 他这参数有很多了 第一个参数是资源 然后这个字体的尺寸大小 那比如说我在这里边写个资源 $img 第二参数呢 是尺寸大小 比如说是 呃 他默认代表是像素 25个像素的 稍稍大一点 使用25个像素的 然后这个呢 是字体的偏移角度 比如说是60度 就倾斜的角度 倾斜的角度 你可以使用负的 一会咱们再通过改不同的值 来看这个字体的效果 它的倾斜度 然后啊 倾斜角度 然后从哪开始画这字体 什么颜色的 你看啊 假如说从 呃150和150 画这个字体 什么颜色的呢 假如这里边red红色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然后指定是这个字体文件 然后什么文本 那我用的字体文件 我可以用 比如说我先用 呃 这个吧 台体 粘贴一下 放到这个参数里边来 是一个字物串 他会到当前目录下 你可以传一个路径 什么路径下的什么字体库 那我就使用当前字 什么字体呢 比如说 中国字 如果是中文的话 你要记住 如果是中文的话 比如说 我的名字 他只支持默认的什么 GB232的 如果你 只认UT18的 如果你想用GB232的 怎么办 你看一下 你可以搜索一下 I C 所以一下 I C ONV 你看这个 字符集 什么字符串 转成什么 你看输出 这什么 输出什么字体 本身这字符串 什么字体的 那如果你是GBL 编辑器是GB232的 或者数据工取出 是GB232的 怎么办 先用这个 存GB232 转成UT18的 什么字体 转完之后 反过这就是UT18的 然后你再写 不然的话中文的话 是你要不是UT18的 输出不了的 那我这编辑器呢 本身就UT18的 所以我不用转 就可以输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倾斜的角度 是一个凯体的形式 那假如说我在 这块是50150 我这块是-60度 你看一下-60度 然后颜色也红色 我换另外一种字体 你看 换另外一种字体 这是送体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看 这是开底 这个是送体 这两个字体不一样 然后你可以 倾斜角度也不一样 一个是正六十 一个是负六十 所以呢 你可以任意改这几个 比如自己大小 这块是12 我改小一点 原来那是25 改成12的 你看12号字体 就改过来了 所以这都是输出字符 你可以输出任意字体的 也可以输出默认系统字体的 也可以画各种图形 那这些呢 就是我们这节课要学习的内容 那这节课呢 所以内容主要就是 各种 图形的输出 以及各种字体的输出 那下节课呢 我会给大家用到这些各种图形的输出和字体呢 做一个验证码类 这样的话 以后在你项目里边使用验证码 那就怎么办了 使用验证码就非常的方便了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